這老家煮過以來就是台北最重要的一條清蒸牛肉麵街 是啦,它叫做延平南路 這有清蒸牛肉麵 清蒸就是穆斯林,也就是回教的藝術 醬肉燒餅是哪一個? 這個 是這個 看一下 什麼肉啊? 牛健鮮 牛健鮮的肉 這是槓子 槓子桃 這個呢? 口袋餅 口袋餅 它可以夾肉夾蛋 所以這個是? 醬肉燒餅 但不夾是吃嗎? 不夾肉就是這樣 哦,是這樣的 這是韭菜煎包 對 這是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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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回煮的 回煮的 哦,是啊 嗯 這老台灣出現後兩種股肉麵的系統 一種是一般的股肉麵 另外一種是清蒸牛肉麵 那麽,差別到底是啥? 我聽說 如果是穆斯林在台股的時候 一定要黏可蘭筋 所以 如果是穆斯林 是絕對沒有親菜 任何一間的牛肉麵 就可以走進去吃 簡單說 就是要經過驗證 你如果是非熟的人 當然就沒有這些禁忌 其實第一代的創辦人 是山東人 所以有很多北方的民室 現在多少 霸莎 霸莎啊 有什麼? 紅燒牛肉麵 紅燒牛肉麵 經典的紅燒牛肉麵 經典的 吃麵條 吃滷肉 看來 是半斤半肉的牛肉麵 半斤 沒關係,半肉 這是最貴 八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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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很好吃 醬肉燒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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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醬肉燒餅 老實說 我如果吃一碗 就差不多了 來,水果要吃看看 醬肉燒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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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吃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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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的口味 不一樣的口味 回煮了咧 口袋餅 這個叫做口袋餅 如果把他撲上半夜 裡面放了很多 這樣就像我們的中一模一樣 就是口袋餅 你口袋餅不錯 不錯 但是如果配咖啡就像早餐